《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他是一个被迫成长的一个少年吧 不管你为什么 我就是这句话 你要杀就杀 我不放在人家教养你 就没有背信这两个字 就是在那个被虐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变成了最后的样子 《非诚勿扰》 抓住手 就感觉顾佛恩 他就是已经不是个少年了 他就是一个男人了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 在就是年轻的 就是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 都是成孺吧 都是赤子吧 都有梦想 都有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甭管是出生于什么家庭 我重大 就是比他们都直显 他都有想改变自己 就是现状的一个想法 但是究竟最后你会成为 萧定权还是顾逢恩 这就看你自己的那个意志啊 这就看你自己的那个意志啊 就是正是 我们先针灭 我们自己的那个意志 然后我们上来 我们现在先针灭 但是我们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